曲名字幕志願 結婚以後吵架都是 十次九次都是為了喝酒 而且結婚證書已經給他撕了 我連又連 連又連 她每试一次我就连一次 我觉得丽秀师姐 真的用了好多方法 就是接下来未来观众朋友 都可以看得到 好多每一种方法 各个面向各个角度都用尽了 对 可是因为 酒实在太吸引人了 我觉得 各位好 欢迎来到 大爱回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大大与太太 我们说话 其实幸福真的得来不易 双方都要努力的 那丽秀跟中妇 从订婚到结婚 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我们请三位来宾 来跟我们聊一聊 首先来欢迎的是 我们的本尊陈中傅师兄 主持人好 亲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 剧中就是饰演丽秀的 我们欢迎小贤 主持人好 全球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本尊了 欢迎丽秀师姐 主持人好 亲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这一集当中 第一次看到小贤 饰演丽秀师姐的 这一个阶段 竟然用一个很哀怨 很愤怒的眼神 还挂着两滴泪在这边 真的有那种被骗的感觉 把它呈现出来 对不对 有 我心里面那时候 就是浮起了背叛 就觉得我被背叛了 在订婚之前 就是口口声声说 绝对不会喝酒 然后你放心 我绝对不喜欢喝酒 也不会喝酒 这样子只喜欢喝苦瓜汁 那时候是这样 然后在订婚宴的那一天 居然看到 陈中赋的真面目 所以那时候是 就是心里告诉自己说 是被背叛了 这样子 所以才会那么气 我觉得很多女生都是这样 就是说很希望是被诚心对待 诚实以对 立秀师姐当时候有告诉师兄说 你最介意人家跟你隐瞒事情吗 他知道这样子的状况吗 他解释说他没有机会讲 我又没有问 可是我曾经问过 然后他说 放心我不爱喝酒 我只是每天都喝一瓶养乐多 那我也那时候很单纯 我以为那是真的 他说没有就没有 因为人没有住在一起 他的习性我根本就不知道 如果是住隔壁的话 知道他这样子 我怎么可能 以前他们太单纯了 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就感觉说 他说没有就是没有 现在的女孩子要观察 未来的另一半 就不是这样子了 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 去认识他周遭的朋友 了解他对不对 如果是以现代的话 可能早就可以发现 现在你就看对方 那个APP上线记录 他如果说他要睡了 可是你隔天看他 半夜三四点还在上线 你就知道他骗人 现代人 然后可能从他周边的朋友 亲戚 家人的互动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他的习惯 对不对 如果曾经当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也许早就知道 他可能多多少少会喝一点 可是我有问 你是只有问他吗 还是还有问别人 不是 还另外问一位朋友 订婚的那一位朋友 我问他 他都说他很乖 都为他讲话 所以你那个时候 你会不会知道说 其实师姐会有一天非常在乎 你隐瞒他会喝酒这件事 那一瞬也就是说 死到死亡了 对吧 事情等到发生再次发生了 死到死亡了 话言才再说 但是你完全就是不会去了解说 他到底介意的程度 到哪一个部分 他有告诉过你 他不喜欢爸爸喝酒的事情吗 当然有 他实际上讲话 讲话我认为 大人在做的事情 有个孩子本来就不一定会教他 所以因为我那时候都不觉得 喝小酒是一个乏习惯 想请问您 这是你最介意的条件耶 婚前一定曾经跟自己的姐妹 涛聊过说 或者是妈妈说 我就是不要选一个 绝对不可以选到一个会喝酒 爱喝酒的人 对 所以当知道的时候晴天霹雳 我忍不住想问 有后悔想毁婚的念头吗 当然有 什么时候 结婚以后开始 有没有跟他说过 当然有 你有没有觉得事太严重 有啊 因为我们结婚以后吵架都是 十次九次都是为了喝酒 而且结婚证书已经给他撕了 我连又连 连又连 他每撕一次我就连一次 撕结婚证书 对啊 之后会有精神 很爱连那个 结婚照也撕 果然两个大大在家里头 就会非常的紧张 小玄一直笑 小玄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跟少宗两个人 在这一段新婚期间 哇 这个一吵可能也吵不少年喔 因为我觉得他的习惯 应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我们 我们两个在演的时候啊 我们两个自己私底下有讨论过 就是我们觉得在 就是中父师兄的家里面 就是还住在 跟父母住在那一段 一直到后来中父药局 那两个场景 都是我们两个吵最凶的时候 对 就是觉得好像每天来上戏就是要吵架 就不断地吵 什么事都可以吵这样 我觉得小玄啊 如果说真正另外一半 有一些可能你会很介意的 可是这样子的缺点 真的到 就像师姐这样子 婚后你才发现 你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就是这部《大大与太太》 真的是让所有的 即将要步入婚姻的女生 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 就是当你在面临到 这样人生课题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那我觉得立秀师姐 她虽然有想过要放弃 要逃避 可是她最后还是正面去面对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人 就是婆婆 婆婆真的在里面扮演了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有婆婆的护航 真的是让立秀师姐 跟中夫师兄的婚姻 就是在婆婆跟公公的护航之下 就可以稳稳地这样 关关难过都关关过 你觉得像类似这种 自己的另一半 或很在乎的人 有这种小习惯 我们是不是真的 就要如立秀师姐 适度地请身旁的朋友 帮一点忙来协助她 可以降低这样子的一个 坏习惯的表现 我觉得立秀师姐 真的用了好多方法 就是接下来未来观众朋友 都可以看得到 好多每一种方法 各个面向各个角度都用尽了 对 可是因为 酒实在太吸引人了 我觉得对中夫师兄来说 对 你的妈妈曾经为了让爸爸不喝酒 在那里心口上卫兜是吗 这辈子有用在那里心口上过 没有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以前我的方式也比较硬 以前我的想法就是 那现在呢到后来想一想 师父讲得也对 就是要比谁更爱谁 不能比谁怕谁 那以前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一路走来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以前我觉得我自己也蛮迷茫的 迷茫的人生 我觉得一个想要劝戒酒 一个就是觉得酒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完全没有办法改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曾经有没有去感受到说 其实喝酒除了你自己喝得开心之外 身旁的人甚至是醋鼻桃味 可能都会受到一些些的影响 好比说 喝回来一定是很冷的 对不对 我们能够感受 一些人回来会讲话不小心会比较短 有空 师兄你会吗 我不会 我回来就是会睡觉 不会乱 可是这个有没有想要跟你好好好 让你睡觉会跟你输而已 对啦 她会跟阿嬷 阿嬷你酒后是不是多少大声 对不对 因为以前我去喝酒 我都想会先脖子 说漂亮 我现在几点几点要回来 脖子又没回来就又卡 脖子最后的都说 你脖子你带我一口观察回来 脖子就挂回来 结果 你突然在喝烧酒也想起来 好 你叫我早观察 我听不懂 就越喝越麻烦 硬碰硬就对了 所以说真的 身旁这个如果说不存在的时候 真的是使劲千百招 对 但是还是一样纷纷扰扰还蛮多的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看大大与太太 也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天见 明天见 明天赛 patrim 运 辩手